Zither Harp 嘿 别怕跌跌撞撞 人间一趟难免会沮丧 就当疼痛都是假象 好 黑酒筐奔去远方 夹掉那些无聊的伪装 去把每一种希望都绽放 Running Girl也曾在黑夜中彷徨 也曾被轻易的遗忘 Running Girl给世界看我的欲望 记住我此刻的狂妄 Running Break Girl 电梯零声 紧握着所有倔强做自己的狂 Running My Girl Kiddle Come Down 我用梦想打破舒服的病狂 Running Girl会难过总是很减傲 在我的人身处潮山山宝 我不喜欢刘葛叶春 说得真好 严谨一概 说得真好 严谨一概 但是我们之间的旧证 你说得不算 得我说解除才行 我听说那个雇者 其实暗地里是个主播 怎么办 跟关顶并购之后 受敬业所死 他五年之内都不能辞职 而且公司有条例规定 不允许兼职服业 条例是死的 可人是活的 您走 您刚才也说了 可以协商 话是没错 但总有协商不成的时候 不是吗 怎么了 糟了 你今儿怎么出动来找我 有点反常啊你 你干吗 关顶出事 立荣就成 这会儿在你爸眼里 我是不是特像一枚脑子花皮啊 你说什么呢 怎么可能啊 你可是他亲自挑选认可的儿媳 是不是马浩骗你关你MBO的事 被雇数知道了 他是你了 我网你项目里头的那二百万 还不够让你闭嘴的是吗 不是 咱俩现在是一根绅上 穿着蚂蚱 其实你还可以 你适当地利用我一下 你怎么出来了 不是 你冷静点 你哪儿来的自信可以帮我 不是 我想多活几年 我为我 举事行业多贡献 这不优秀作品呢 说来也挺细的 我过来也能被马浩那种 活色片长 这要是让你那个 小破网剧的编剧来编 您证明失踪这段时间 是不是得先来个车祸失忆癌症 狗血三件套 然后再谈个恋爱 最后好不容易恢复记忆了 抛妻弃子 重新回来搞事 别说啊 要不不说话 这一说话就猜中一半了 什么叫我说中一半 就出车祸失忆 谈恋爱也没破烦 李琛 李琛 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 您承明的下落 就是故意不告诉我 你任由马浩和我见面 眶我的钱 去做关顶管理者的收购计划 是吗 写了心 喝口水呗 滚 恒星内部 为什么会有这种地方 你们关机也有啊 机房 既然被你们安排在这一层 那店员是独立的吧 对啊 所以这会儿 外面肯定什么都不知道 信号还被屏蔽了 一般这种地方都会配有 手动的应急开关 位置应该在 在哪儿 在哪儿 林总 我觉得 这种地方是 您拖着我 您拖着我 我上去开门 你太沉了 我抱不动 什么意思啊 要不你蹲下 我踩着你 林总明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在打击暴风 对啊 那不然呢 会不会是宁先生对恒星不熟 找不着会是 他找不着 李浅不可能找不着吧 要不然找个人去看看吧 好的 顾董 我 我跟你去 你能不能服好一点 怎么样 当心都好了没有 别说话 影响我思考 真的尝不住了 怎么会是 为什么门还没开啊 干什么呀你 上面的锁都卡住了 室友用队开一下 拿着 他 宁老师 老师说 这个敬业所死跟裁员比 真的没法上来了吗 那得看你拿什么条件换了 什么 别乱动行不行 赶紧开 你都说我是在报复了 那我不开点可可条件 岂不是显得很不写实吗 行吧 您说 什么条件 你留下 做关顶的助理总裁 三年 助理总裁 你副总裁还高半级合适嘛 很有可能每天跟总裁吵架 吵到不能开会哦 那或者留顾这也行啊 就当给公司养个迹象物 反正他出去做主播也未必会有前途 别乱动 行 我可以给你当高级打工材 仅顾使唤到锁死期结束 但是 裁员比布得高于百分之二十 年内部高于百分之二十 裁员补偿需要N8三 可以 什么情况 他在哪儿啊 我这儿到那儿看看 什么情况 这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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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什么理由 我这真不知道 我妹到底是上哪儿搞了个 大男人回来 还是我棒棒藏着 我也懵啊 我还琢磨呢 你说她要真是在外边犯了什么 不得了的事 我这当哥的 我不得替她兜着呀 真羡慕你们 爸爸惦记哥哥疼爱 人生赢家呀 行 碰上你们这一大家子骨肉亲情的戏码 我润灾 活该 夏丑 现在啊 我这爹不疼娘不爱的 不得赶紧回去填窟窿啊 没工夫陪您 那会儿也没想到宁成明 他失忆背后这么大的问题啊 小小行 我哪有资格生气啊 也没那工夫啊 我这事要是摆不平 就得乖乖回去听我爸的话嫁人了 介于咱俩之间我不想嫁你不想娶 还是趁早把话说清楚 别互相耽误 你能听我说句话吗 无论顾说她说什么 她骂你也好 她说你什么不好也好 别往心里去 这些年不管我做什么 总有人直说话叫 无论是我爸 还是公司里的长辈 都说我不懂规矩 他们眼里什么是规矩 不就是长得好看点 到点儿嫁人 回家相夫教子吗 我有能力能挣钱 他们就是瞧不上我这丫头骗子 我又凭什么按照他们的规矩说 你说的这些我站在你的立场来考虑 我完全可以理解 可眼下马昊已经跑了 你的钱又挡了水漂 站在顾书的立场来看 他借机收回你的实权 非常合理啊 是 你的个人能力 你的价值 咱们能通过你嫁的好坏 与否来衡量 无论是你还是我 我们都无法去改变叔叔那边人的想法 既然这样 为什么我们不换个思路呢 就按他们的规矩来 咱俩结婚 就像现在这样 我们互相支持 你依然可以做你自己 我也不该出心 有时候啊 学会像表面的愚蠢低头 也不是个一种保持自我的方式 咱们俩的事 凭什么你一个人自说自话 还有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懂什么呀 你妹的闺蜜余青青 把戏都演成那样了 你装不懂 李晨 第一 在你那些花花草草的隐患 没有处理干净之前 再来不了结婚的事 第二 结不结婚 我说了些 您这 商业条款去了 好 对吧 宁总 您应该不至于反悔 不会的 解除敬业所所约定 核心团队 除黎钱以外 统统可以自行决定确留 裁员一年内不得高过百分之二十 补偿人加三 那今天就没什么可聊的 剩下三方法务沟通 好 留下跟李晨的细节 好嘞 让我一个人进去 后续的事情咱们去法务部聊吧 各位这边请 钱总 您怎么还在 那个 我留下来跟您确认一下 我们关顶总裁助理的合约 您看看 这玩意儿 为什么只准备我一个人呢 那个 我们您总说了 恒星的总裁就是个酒囊饭带 不值得签团队矿死协议 只要签到李总您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没准备其他人呢 那也没什么意义的话 我先走啊 咱们公司见 再见 您成名 我说余大律师 你就别八卦了 我跟他之间 以后就是上下级关系 除此之外 毫无可能 你自己说说 被关机房通道里 出来又是内附尊容 还把事情都聊完 正常的逻辑该怎么想啊 还有 前两天你还想他想的要死 别跟我说今天就断了念想 不是 我是真的不知道 他现在 他现在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我今天见到他 简直秒回大学时光 吓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总之啊 之前的那些喜欢呀 心动呀 我觉得 可能就是我一个人的错觉吧 那 那你之后 还得待在关顶 怎么办啊 没事 我会看着办他 你还说我呢 以你的实力 本来就没有必要留在横行 加之现在关顶又加入了 清清 如果你有更好的驱逐 我一定会支持你的 你少操我的心 我不留下来能去哪儿啊 留你一个被您成名欺负啊 下车 清清 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没有 那是 谁要敢欺负你 我 我 走 他 合并的事情 你一上来就把顾着 撇得干干净净的 一心一想解放这个备场 那他气都已经消了 何必没有让他跟他过不去呢 那不行 一码归一码 我就是气他 还敢背着我藏这种小九九 找死了 你给他 机会呢 余清清你要再替他说话 我更绝交啊 只剩一天 走 走 走 明总啊 您都不知道 今天李显那表情 头上插俩烟子 都能直接冒气的 哥 你笑容 跟你有关系吗 你房租交了吗 你不能老实用这一招啊 连我都免疫了 还有 虽然说李浅是骗了你的感情 但是你这个报复方式也太绕丸子了 一点都不像以前的你 七伟 这人刚才说什么 骗 谁骗谁 听错了 卢少的意思是 好 七伟 你什么时候回来做饭啊 我要饿死了 我说您二位 就住隔壁 为什么不能当面留 当面一起吃饭呢 省得我还在里面来回头 我就是不想出门 你有意见啊 没有 我今天就想在自己家里吃饭 得嘞 听见二位 马浩现在有消息呢吗 静真现在还没抓到马浩 不过也没有迹象表明 马浩已经出境了 我哥们儿他说 马浩现在在国外的账户 一点动静都没有 所以我也一直特别纳闷 他是怎么可以做到 消失得这么彻底的 曹总 曹总 齐伟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我给明总送饭 我送完了 我走了 拜拜 看来我还是来晚了一步 我 娘娘 是 是 是你啊 你怎么又来了 好好在你家当顾大少爷不好吗 非得出来体验我们这种社畜的百味人生 我 我姐去我哪儿了 娘娘 那我惦记梦想还没完成呢 我不想死啊 你行行好别跟我出去行不 这回你又犯什么错了 哎呀 我姐知道诚哥帮李显思长您成名的事了 她说 诚哥知道就是你知道 你知道就是我知道 我知道我还不告诉他 那我就是 这 这就是找死 他威胁我 他说打压师完了 我就得回去继承家义 娘娘 你得救我呀 一个男人哭哭啼啼的干什么 我和李浅千辛万苦给你救出来 就是为了让你实现梦想的 你可千万别被你姐一巴交善善回去 别哭了 放心吧 有我们呢啊 早说呀 别哭死我了 哎 你不是去李简家帮我小姐知道吗 怎么回来这么快啊 这跟诚哥来了 我还没有做好 搞白的准备 那个 娘娘 你能不能正常点 你居然会吓人呢 要轻爆没轻爆 还天天吃我家大 嫌弃谁呢 嫌弃 是这感觉 说不错了 说不错了 我就纳闷了啊 你说你看上诚哥什么了 怎么能暗恋他这么多年呢 好 真哥不管做什么都好自信 他身上好像有光 让曾经平凡的我 有了追逐的方向和勇气 哎 发什么带来 你很特别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见到了你 你厌烦平庸的一切 一直在想 什么时候 才能逃离 你现在知道了 来 晴晴 好吃 陈铭 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 文楼的糖醋排骨 你试试 对了 张书和林书那边 你放心吧 我已经安抚好了 他们知道了你的最新决策 也觉得很大胆 而且他们也很看好 还问我 能不能出让一些机会呢 关顶困难的时候 他们避得远远的 现在看我买了恒星 打通上下游 从而获得利用的注资 所以又想来分一杯羹了 真的是惊打细算 真的是惊打细算 买恒星这件事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商量一下 并购只是解决公司危机的第一步 现在马号还没有找到 那潜在的危机 还有利用那边的损失怎么办 这些问题 我是不是每一个都要给你报备一下 程铭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 我是想问啊 你找丽蓉买恒星 是不是因为李浅啊 因为她是李静凡的女儿 李静凡的女儿是谁不重要 但如果能够成为 我说服对方的一个理由 那也未尝不可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 算了 没关系 对了 并购之后 李浅你怎么打算 我最近正好缺个助理 要不然直接让她过来 Lisa一直是负责 法务还有行政的对接工作 就调她做你助理吧 李浅会成为关顶的助理总裁 助理总裁 你都要承认 因为我都不认为 还不能这样 你不是这么做 你做什么 我都没办法 你怎么办 我肯定是 你怎么那么容易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她们 马浩的事 加上并购 现在用来空降一个高管 员工们不明真相 人心惶惶 这些事情一定会引起公司内部的混乱啊 这件事情我不同意 如果马浩那个时候 你能控制得住局面 就好了 我 我只是担心 对不起 我没有要质疑你的决定 我吃好了 你吃完自己回去吧 掉个新人到我头上了 还要拆分我的职权 您承认你到底要干什么 她这是要防着我是吗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还是她发现了什么 心里浅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盯紧她的一举一动 嗯 喂 丽莎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私人助理 真的吗 曹总 谢谢您 从今以后 不管有什么事 您随时吩咐我就好 好 现在就有一件事情 让你马上帮我去办 曹总您说 不管什么事包在我身上 帮我整理一份恒心的人员结构计划名单 马上发给我 这个实验室提供的财务报表有三处数据文 重座 这些都是我和CFO再三核对过的啊 这个质检报告有问题 重座 这个用户行为设计的文案有问题 重座 林总 这个一直是这么写的 而且执行上完全没有问题 您 要不要再看看 在你质疑我的判断之前 最好先确认标注的地方已经无可争论 欢迎来我的办公室身份 不敢 墙面是玻璃 你瞪眼睛的样子我看得一清二楚 有吗 您年纪到了视力不好 考虑再换一副眼镜了 好 那个怎么回事啊 您老板之前就这样吗 虽然以前也很严格吧 但这回对钱总好像变本加厉 要我看 那几份报告已经是模板级别的了 林总竟然还能跳出毛月 看来就得准备我的辞职报告了 微塞姐让你五分钟后去找她一下 好 进一进 明日准备节目 马上就要开始 好 好 妙 三 二 一 李浅 钱总 盈总 硬要哪儿不行了 被 重洗 这也是我的工作啊 合同上规定这不是你的工作吗 你 您总 您是否也认为 像这种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呢 比如 沙发上这位 正在喝茶咸的发慌的齐助理 你觉得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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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我生病了 我昨天晚上 我喝点茶 就是嗓子了 总知道了 陈总 你看 他病人 使唤一个病人工作 不仅违反劳动 还侵犯了员工的权益 对对对 这种事情 关顶当然会有 不是 侵犯我权益的事 您不是正做着呢吗 我拜托了 宁总 我手上还有一大堆活要做 您 您就不能 换个人使唤吗 我不习惯 不怕我在杯子里下毒 你就大胆喝 你牵走 慢走 你牵走 你牵走 想说什么 关顶真是一个 幸福又和谐的大家庭啊 鲁洁店 你好吗 我在 坐完了 晚上你送回 是我 坐 就离上门打卡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呢 你这是在公司住了多少天呢 我怎么觉得你比恒星那时候更惨呢 你说对了 我确实比那个时候更惨 我现在每天见到新老子 就是老三样 两样嵌土 全力模糊 执行难度过高 重做 怎么样 熟悉吗 是不是整个已重返校园之噩梦循环 不是 你现在又不是董事长秘书 是助理总裁 他凭什么这么使唤你 就凭他是老板 而我呢 和公司的卖身期还有三年才结束 都怪顾折那个王八蛋 他倒是解放 我现在就抓他过来当牛座 停停停 我求求你啊 我虽然偶尔还是会想念那个废物上司 但是呢 不得不说跟着林承铭 的确能学到一些东西 不就是打击报复吗 我要是连这些都受不了 我李浅百长这么大 好 我跟你说 没事 怎么了 说 昨天我和关顶的几个新同事吃饭 听到点事 有什么有趣的八卦呀 你有没有想过 林承铭为什么让你做助理总裁 我说我要留下来 还把法务总监的位置给我 要知道我这个位置之前可是曹梅的 这样特别不合理 那你是说原本在关顶有实权的曹梅 现在被我们俩拆翻了 不过也许这就是宁长明原本就计划做的结构调整呢 问题就在这儿啊 谁会在这个时候收回合伙人及高管的实权 这不是怕你我们打起来 你这么一说 我回去补个工作剧去 你还别不信啊 现在公司上下暗流涌动 您承铭到底有什么目的谁都不知道 万一城门石火殃及驰鱼 第一个聊的就是你 进 秦一 秦姐 余总 相识一场 很高兴能跟你们共事 在你们身上我学习到了很多 也看到了领导身上难能可贵的沉碎余学情 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跟你们再遇见了 怎么了 说得跟遗体告别一样 怪神啊 不是余总 我就是来告别的 刚才毕萨跟我说 因为阻止结构的调整 我 我被辞退了 什么 什么调整 人事框架是我来的时候亲自定好的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秦一啊 你先别着急 回去安心工作 这事儿 我跟余总想想办法 谢谢秦姐 谢谢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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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丽莎和曹总来开会 看吧 说什么来什么 一出手就砍掉我的处理 她什么意思啊 就是告诉咱准备开战 一会儿这些怎么唱 老规矩 你哄我吧 你哄我吧 嗯 孤独了一个世纪 习惯了漫无目的 一遍 你哄我 一面 这些事 你哄我 酒 那不来我 送你 看我 你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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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沉入了海底 好像星光的孤寂 我的生命中最好的回忆 只因为拥抱你 不再追忆着过去 不管未来的意义 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别去猜所谓结局 哪怕是梦境而已 哪怕你就会